L.L.L.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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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差不多是一零年吧 就差不多十歲吧 十歲多 我是一零一二年生 一零一生 我是一三年 我媽媽都是 就可能是自己看了 然後自己想都不會跟我說 但是我都知道她看到 因為她平常也問這樣問那樣的 所以然後我就會 跟她說一些就是 可能沒有這種 可能是那種 開玩笑的一種 就跟她解釋 然後解釋完了就會 沒有什麼事 一開始還會有點 就看了會 當然因為有一些不開心 然後後來想了一下 就會好一點 因為我就是 性格就是這樣 就沒什麼 但她有一個人 然後我們是那時候的心 然後我就是 變身 然後還有就是 長痘吧 然後我是想快點長高 現在是 住口 每一個地方 這世界 的太陽 最難忘的應該就是 我們在台上 然後很多 粉絲在台下 跟我們加油喊敬 那個 特別感動的一種 是 就特別 特別驕傲吧 對 然後下面好多粉絲 特別熱心 特別感動 跟著我左手 右手 一個慢的舞蹈 就可能 快一本之後吧 這個感覺在大街上完 就會被淹淹出來 你有沒有愛上我 跟著我 一 就覺得現在 一步一步的 見識的走 我們就會每一次都提升自己的十年後 可以全世界走下去 我覺得十年後我們會 變得更好 可能會 跟大家現在想像的不一樣 可能我們會以後會 變得會讓那些 現在不認可的人 認可我們 我們會 會更加努力的去 變成一個 讓大家認可的一個 偶像團體 就是 是有點難度 因為很慢 然後就比較難控制 然後音力也比較高 我覺得難度可能就是說 會一種新的一種 一種歌曲的一種不同 跟一望無曲不同的唱法 可能會有一點變化 可能會要理解歌詞的詞意 或者是一景深夜寫的 才能更好的演藝作品 技巧方面就是 會比較舒緩一點 就是還是需要練習 就會有一點就是 演唱方式上的種類 但是不會有太大的 別老舉拳頭 或許能交個朋友 既然很好聽 然後就是那種 古風古思的那種 然後很慢 很優雅的感覺 就是會是一種 中國風的那種歌曲 就是 可能是我們之前 沒嘗試過的 就可以嘗試一下 而且旋律也聽好聽 就是西遊記 特別喜歡孫悟空 就是猴王那種 然後保護師父 就很勇敢 之前因為這部 就是很出名了 所以一般電視台 都會暑期 然後會播這部 就會看 會看一看 就是印象深刻 就是老闆西遊記的師父四人 在那個取經的途中 用各種的就是各種的鬧劇啊 或者是各種的誤會 給你解釋什麼 這是七十二遍 就是什麼都能變 然後想什麼來什麼 然後金斗雲吧 對 可以到處飛用 我眼睛睛 就是因為看得遠 可以分辨事物的症 有我回到小時候 金骨棒何時才到手 那夢中的朋友 叫做混沌手 名字超卻很無聊 我覺得就是 大家很拼命的 就是喜歡我們 我們每一個 就是大家一步一步努力出來的 就不管我們還有粉絲之間的努力 然後有時候 可能一些事情 然後粉絲也會幫我們解決掉 就覺得可能很暖心吧 就希望所有粉絲們 就像一家二娘 凝聚成一口聲 然後和我們一起做生 就是他們不要很辛苦地 自己工作學習都做好 然後一起努力 人低調相望自由 我都會做好 你值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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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